2021年转眼间已到了7月下旬,回看开年首周提及美国恩派钱效应,或许到了4月才是甘市之时,然而,直到5月初,全球股市才见到像样的调整,之后又再度回稳,到了6月底。 港股率先倒下,本周又有什么信号,小心预言应验,一,印度神童再警告,全球逆转开始,多次延终疫情去向的印度神童阿南德,阿伯格尔南,本周再度发布最新预言,表示今年7月中,世界会面临气劇化转变,会发生许多事,但都仅是冰山一角, 而7月21日木星开始疫行后,不好的状况会变得更加明显,有媒体随即以各地洪灾作证据。 他警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会在6月至11月面临第三波疫情大爆发,而最大的一波动荡会在明年4月火土大合才发生。 他提到,在进入冬天后疫情会更加恶化,但经济会逐渐复苏。 直到明年4月财会面临冲击,到了明年4月,全球会面对一年串剧变和惨重事件,堪称最崩溃时期。 2.股仲债息向下专家,经济了不佳。 论道语言,汇丰控股股固定收益研究部门全球主管Steven Major向来以债券好友注清。 眼下,他的判断显得异常精准。 这位汇丰的老账数月来预测美国一零年期债息有可能跌至一厘。 该位置最近才进入市场的视野,很少有人像他这摩看好。 因分析人士的预测中值为1.8厘。 还有十余名分析师预计两厘或以上。 常驻香港,现年57岁的Major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预测一厘不是要拨人眼球。 我们不知道两厘的预测是哪里来的,和我们的模型不符。 山隐号,美债知识率将何去何从,令市场深感着迷,世界各地通胀攀升是暂时还是持久的。 央行在经济复苏阶段会如何应对物价压力。 对于Major而言,经济复苏显现最两眼跡象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全球疫情重新抬头,令经济前景受压。 他说,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得经济复苏和数据失去动能。 信心数据可能已经触顶。 有关疫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新闻也很密集。 这是当前的主题,山隐号。 事实上,突然之间,一来似乎已经不再遥不可及。 其他分析师也开始纷纷站到Major的身后。 Major的理论依据中包含一个主题,对他的判断尤为关键。 他表示,由于政府面临着疫情初始阶段大幅膨胀的债务。 央行很难把利率上调得过高。 而这还没有考虑人口。 科技等长期结构性因素。 他认为这些因素都会对通胀构成压力。 3. 著名大户,美股大笼近了比特币未见底。 除了上述老障外。 另一老障。 著名投资顾问机构Guggenheim Partners首席投资官Scott Minor本周指出, 市场正处于充满挑战的时期。 预测美股到10月底可能会暴跌15%或者更多。 又预期比特币还会进一步向下。 他表示,对于股市来说,今年9月和10月很可能会非常艰难。 可能会回调15%或以上。 他又暗示10月或者是入市时机。 他指,联储局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快于预期。 加上Delta变种病毒扩大,都是股市的主要风险因素。 他认为,虚拟货币在未来几个月形将面临挑战。 预测比特币将进一步下跌至约1.5万美元。 又指很多虚拟货币都只是垃圾。 比特币的红市标准是回调80%。 考虑到所有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币竞争。 他认为还有更多的下行空间。 而比特币近期表现欠佳。 对风险资产来说也是不利迹象。 可能是煤矿里的金斯雀般早有预警。 透露出股票等风险资产未来还有更多问题。 长远来看。 他认为以太币是较可行的虚拟货币。 信贷方面。 他表示就历史角度来看。 评级较低的高收益债券非常昂贵。 目前他更倾向于顶级垃圾债券。 预计未来几个月有更好的买入机会。 如果市场进入避险周期。 美国公债资息率可能最多会下跌60个基点。 4. 传奇灾难预言家。 泡沫将在数月内爆破最吸引资产事。 论到老丈。 还有他,被传媒誉为传奇灾难预言家的GMO资产管理联席创办人Jeremy Grantham本周再次警告。 泡沫已经无处不在,或要数月才破灭,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财富效应,被问及何时到火线会爆发。 Grantham表示,正是市场达到顶峰,投资者感到欢迎,认为完美经济会无限延续的时候,为利率、通胀、劳动力及大宗商品价格等问题均逼在微折。 且以上种种似乎不如数周前搬落官。 他指,与以往任何泡沫破灭相比,今次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负面效应。 因为这时首次不同领域都出现泡沫,如利率、股票、房屋、非能源大宗商品,他们上升时给所有人财富效应。 下跌的过程将会是痛苦的。Grantham族指,刺破泡沫的可能是病毒,也可能是通胀,又或者是出乎意料的。 他认为泡沫破裂前可能还有数月的空间。 因为刺激措施,经济复苏,疫苗接种都让泡沫比最初预期多维持几个月。 他希望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有机会警告更多人。 至于哪种资产类别较有吸引力,他称可以持有现金,或者可以跟大户搬大量买入表现最差的资产类别。 他指出,最被低估的是价值股和新兴市场,应该可在未来一零年获得积极的回报。 5. 华尔街长期大淡有,现在投资股市和比特币佳危。 除了老障外,也有长期大淡有,美股三大指数上周五,16日回远。 比特币未脱退势,华尔街长期大淡有David Tice警告, 现在投资股市和比特币都非常危险。 他认为,就未来收益而言,目前股市定价过高,有40%的回调风险,不值得为了3-5%的短期收益而冒险。 他尤其担心科技巨头的股票和俗称FAANG的五大科技股, 即Facebook,苹果公司,Apple Inc.,亚马逊,Netflix及谷歌舞公司Alphabet, 并指目前科技巨头已经吸引了大量资金。 行业成本已经上升,他还敦促投资者在虚以货币领域保持警惕, 又指比特币达到6万美元时已经觉到已很危险。 又认为目前继续持有是非常危险。 相反,他看好黄金和白银的前景, 相信现时是投资者十年一遇的入市时机。 尽管黄金今年以下跌4%。 为过去两年上涨28%。 TICE预计到12月金价将上涨10%-2000美元。 6.著名经济学家Delta变种只有两个结局。 若认为上述人士太夸张。 以下则是较中肯的专家之言。 著名经济学家、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利安本州警告。 面对Delta变种病毒的威胁。 如果全球继续各自为正对抗疫情。 变异毒株的风险就将长时间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在以下三方面都做的不错, 保持极低的感染数字。 疫苗接种率达到能建立起人群免疫评障的水平。 对新变异毒株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他举例。 澳洲在控制感染人数方面做得非常好但疫苗接种速度很慢。 英国疫苗接种率高但感染人数激增。 而非洲在这三方面都落后。 他表示。 若今次的变种病毒在感染与重症之间的关联性越低。 政策通过两个关键点支撑经济高增长的空间就越大。 第一个关键点是减少对央行以充足和可预测的方式购买金融资产的依赖。 更多地转向以成长为道向的财政和结构性政策。 第二个关键点是从纾困救济过渡到更加重视改善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 然而,若感染与重症之间的关联性被证明很高。 那么采取的政策就的要处理需求也要处理供应问题。 最终可能带来滞胀压力,这是政策最难应对的麻烦。 也是大多数金融资产股值面临的最可怕问题。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政府和央行就不得不同时在两件事上下更大力气, 努力应对私人需求的急剧下降。 包括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在供应方面。 尝试处理更多平颈和劳动历史场僵化的问题。 他们可能在需求下降之制造成持续性的通胀压力。 由于目前仍未确定上述的警方, 其未知的迷团加大了经济施策的难度。 7. 经济学人致富,别等清零财通关。 轮到Delta变种。 经济学人致富,EIU,本周发表最新报告表示, 亚洲部分地区对疫情清零的政策态度恐难以持续。 如果这些地区未能恢复人口流动, 可能对自身的商业中心地位造成永久伤害。 机构指出,包括澳洲、新西兰、内地、香港、澳门、新加坡、 台湾和越南等地的政策目标都是疫情清零, 而非与病毒共存。 报告预期,这些地区今年将维持严格的边境管制, 或在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后, 于明年初重新放宽限制。 不过,随着北美,欧洲多数国家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潮群体免疫迈进, 当地居民已习惯与病毒共存。 这些国家也正取消社交距离限制并减少边境管制。 此举被认为将释放大量被压抑的需求。 反之,坚持疫情清零的地区则可能削弱经济活动。 报告中指出,维持边境管制可能使澳洲, 新西兰等地错失国际游客和留学生人口流动带来经济复苏的机会。 同时商务旅行和营运面临的挑战, 恐使企业转向选择投资其他市场, 也将影响这些国家吸引, 留着外国人才的能力。 报告中提到, 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地调整政策的压力最大。 这些地区长期仰赖国际商业和旅游业, 香港和新加坡境内有大量的外国劳工, 若边境管制应对措施不够完善, 恐对当地劳动历史场造成难以彼補的缺口。 报告中也指出, 如果香港和新加坡无法作为枢纽有效的运作, 企业可能更倾向将业务转移到国内。 8. 特色贸战彻底败北拜登恐难救。 说起经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时, 曾豪然贸战很好, 很容易赢, 结果三年多过后, 中美双边贸易在现繁荣, 以近年最快速度增长。 因单在5月, 美国最大港落探机港的货物运输价值达2590亿美元。 创下纪录, 大约一半是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商品, 被外媒形容为好象从未发生过关税战和疫情, 面对贸易往来不减反征, 中国重申, 打贸易战只会带来双输, 尋善规劝美国平等协商, 中美在去年初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 令到两国之间历时18个月的贸易战暂时停火。 为不久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 双边关系再次恶化, 冲突更全方位蔓延至科技, 金融等领域, 唯独在经贸方面, 两国关系显得风平浪静, 印证特朗普的策略全面敗北。 内地官方数据显示, 由于中国工厂停工, 去年2月与美国双边货物贸易总额降至190亿美元, 为在同年11月以大幅反弹至665.35亿美元, 创1995年有记录以来单月新高。 今年上半年, 美国为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 双边货物贸易总额按年增加34.6% 至2.21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 仅次东盟的2.66万亿元及欧盟的2.52万亿元, 随着中国今明两年采购数以百万吨的美国农产品, 经济报入复苏周期的美国也以创纪录的数量进行, 如此贸易暢旺的好景象似乎会持续, 洛杉矶港负责人向外媒透露, 所有迹象皆指向下半年经贸型一片繁荣, 接下来美国秋装上市, 开学, 万圣节及圣诞节等旺季, 商品都来到码头了, 当地零售业界更指, 商家宁愿牺牲部分利润来吸收关税成本。 9.经济学人警告, 拜登的中国思维恐悟过, 面对中美贸易战, 著名刊物经济学人以拜登的新中国信条为题, 否释美国总统现行的对华政策, 认为拜登政府目前采取的保护主义路线, 将伤害美国, 最终会导致盟友离意, 报道指出, 拜登团队的中国信条基础, 在于相信中国教倾向不与世界共存, 而是想称霸, 因此美国政策的任务是要挫败中国野心, 方法是在国内外与盟友取长保短, 强化经济, 科技, 外交, 军事及道德的影响力。 然而, 经济学人认为, 拜登的新信条虽然有许多地方很合理, 但也包括多个令人忧心的地方, 尤其是拜登对威胁的定义, 因美国政治两极化, 拜登似乎认为有必要塑造对手, 从然全美团结, 为经济学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因共和党未必愿意支持拜登, 再者, 拜登对华的强硬言辞不一定赢得盟友认同, 毕竟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强权, 盟友也会评估与中国的对时的利弊, 故拜登可能高估美国的影响力, 如最近他有意拉拢印太地区, 尤其东盟来拓展数码贸易, 结果反应冷淡, 因此, 拜登要赢得盟友支持的最佳方法是彰显美国经济繁荣, 而不是硬脱钩, 若美国想阻止中国以其形象重建全球秩序, 就应捍卫全球化, 核心事贸易与多边体系, 事实上, 资料显示, 对比2000年, 去年全球对中国的经贸版图已到了物不可分的阶段, 已成为中国新武器, 美国虽试图以印度制造制衡中国制造, 为过去20年的努力证明, 印度社会条件存在问题, 是否不起的亚斗, 即使出动科技制裁, 也因美企暗中放水而难为之, 故中美贸易是否真的要你死我活, 顿城市场需要思考的问题。 10. 奥运如何影响股市, 日本躺夺于十面金牌就可能升市。 最后分享一下较轻松的话题, 日本东京奥运会开幕了, 三井住有DS资产管理公司发表报告, 专门研究力界奥运日本所得金牌数目和股价变动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日本代表队若能得十面以上奥运金牌, 股市就很可能上涨。 该报告作者, 首席经济师扎心超吉认为, 原因是, 运动员的活跃表现提振投资信心, 据说作为奥运特殊需求, 电视销量和外送服务使用增加, 参赛选手代言或外用商品也热销。 那么, 今次日本有望夺得预十面金牌吗? 扎心预测, 日本此次能夺得预三十面金牌, 换言之, 或许接下来股市有运行, 回看日本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夺得十一面金牌, 股市上涨2.3%, 日本在之后的1972年慕尼克奥运夺得十三面金牌, 1984年洛杉矶奥运夺得十面金牌, 2004年雅典奥运夺得十六面, 及2016年里约奥运夺得十二面。 股市在这些期间都上涨, 然而, 若日本在奥运会夺得九面或以下金牌的话, 股市则可能持续下跌, 广告